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 即是有具备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你有中级了 那么你相当于有了什么 工程师的一个支撑 如果你有初级了 是助理工程师的一个支撑 并且这个东西你可以作为申报高一级支撑的一个条件 这条很重要 大家知道一下 这是你们的福利 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现行的 咱们19年这个政策的一个解读 通过这个政策 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 现阶段咱们这个考试 考试条件 报名条件 你怎么去考中级 你怎么去考初级 包括你之前考过的咱们那个 安全工程师的一个账 现在是怎么用的 以及对于支撑上 我们有哪一些 我们哪一些福利待遇 这些大家都要知道的 你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就相当于什么样 就相当于一个工程师的支撑 后面我们可以作为申报高一级支撑的一个条件 那具体怎么申报呢 大家要参照我们相关的一个条文 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导学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考试说明 考试说明里面 首先我要第一个说的是它的考试方式 那对于我们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它是B卷考试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B卷考试的啊 考试过程中咱是不可以翻书的 在答题卡上进行作答 这个东西和我们一二件考试都一样的 到时候会给你的答题卡 你所有答案是写在那个答题卡的 是不能写在你的试卷上面的 考试科目 第三条当中规定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现在设哪几个科目 总共是四个 一个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一个是安全生产管理 一个是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以及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一个安全生产专业实物 那么这个专业实物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它分科考试的这个 一个科目啊 它分成了什么呢 它分成了我们刚才说的 煤矿啊 矿山啊 化工啊 还有我们的交通运输安全这些东西 分开的就是我们这个安全生产专业实物 其中我们前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规 我们的管理 我们的技术基础 这三个是公共科目啊 公共科目 后面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专业实物 是专业科目 也就是说这个科目 我们要给它分开 对不对 我们说分开学习 分开考核啊 分开学习 分开考核 考生在报名的时候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其中之一 你主要从事的化工 那么你就报化工专业 你主要从事的是交通运输安全 那么你就要报相关的专业 对不对 主要跟你实际情况啊 自行选择 烟花炮主 民用爆破物品 石油 天然气开采 电力等行业的考生 选择其他安全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呀 那个综合专业 还记得吗 我们分类的时候 我们说过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叫什么 综合啊 你烟花爆竹 民用爆破 石油 天然气开采 你就报这个就行了 那是中级的 那初级的呢 对于初级的注册安全工程师啊 职业资格考试 设了两个科目 一个是法律 法规 一个是生产 食物 两个科目 注意一下 现阶段我们新的考试 我们是这样规定的 第四条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现在分四个半天来进行 每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呢 我们现在定的是 两个半小时 但是具体是几点到几点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规定啊 我们还有规定 等后期我们教材呀 我们的报名出来以后 这个是肯定大家都会知道的 那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分两个半天进行的 也是分两个半天 法律 法规是两个小时 而我们的安全生产实物 是2.5个小时 也就是两个半小时 这是初级和中级的一个区别 当然如果采用电子化考试 这个时间哈 是酌情进行缩短的 第五条当中规定说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啊 他的职业资格考试成绩 实行的是几年滚动啊 是4年一个周期的滚动 参加全部4个科目的考试人员 必须在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部的科目 连续4年你要通过全部的科目 但是免试一个科目的人员 是在连续三个考试年度 如果说你是免试两科 那么这个时间还要缩短 是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应试科目 方可获得资格证书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考全科 你今年过了一科 明年过了一科 后年过了一科 后年过了两科也可以 那么你这就在4个考试年度内 连续的4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科 注意啊 当然如果你4个考试年度 都过了 你还是没有全过的话 那么我们要重新进行考核 滚动式的 但是它是滚动式的 那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 滚动改革办法 参考人员必须在连续 两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部科目 方可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证书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问题啊 你要知道你是要几年 必须把它考下来 那刚才我们说到免试的问题啊 什么情况下 咱们可以免试呢 第七条 它规定符合规定中的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报名考试条件的 你要具有高级 或者是正高级工程师 职称的 并且从事安全生产业务 满多少年 满十年的人员 可以免试两科 哪两科 一个是管理 一个是什么 安全生产 技术基础 那符合规定中的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本科毕业时 所学安全工程专业 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员 还可以免试什么 可以免试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可以免试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 是你本科毕业的时候 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 可以免试一科 是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对于中级和初级来说呢 中级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这个刚才咱都说过了 是不是 每年举行一次 那原制度文件规定 有效期内的各科 莫合格成绩 也就是之前我们制度规定的 那些各科莫合格成绩 有效期顺延 有效期是顺延的 现在是顺延成四年 注意吧 按照新规定的四年 为一个周期进行管理 那法规管理和安全生产技术 和案例分析的科目成绩呢 之前我们是考这四科的 对不对 那这四科的成绩 分别对应了什么呢 法规对应的 还是现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管理对应的是 现在的安全生产管理 然后我们的安全生产技术 对应的是 我们的安全生产技术基础 曾经你的案例事故 分析那一科的成绩 对应的是我们现阶段 要分割考试的一个安全生产专业实物 这个科目 大家注意一下 回去看一下 你之前考试合格那些科目 可以对应哪个科目 然后把它自动放在一个四年 一个周期的轮回考试当中 你看你今年需要重点来考什么 下面看一下这个表啊 这个表是通过我 这个表呢 是通过咱们的政策文件 给大家归纳总结了 关于我们现阶段新政策下的 我们的考试 考试科目我们知道了 刚才说过了 有法律法规 有生产管理 有技术基础 有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专业实物 对不对 那我们19年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时间 已经定下来了 法律和管理是在11月到16号进行 上午和下午 每天是五个小时 上午两个半 下午两个半 但是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定啊 然后等我们11月17号第二天的时候 进行的是生产技术基础和生产专业的一个实物啊 这两颗是我们1月11月17号进行的 考试时长都是两个半小时 这个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 两个半小时 一十五分钟 那分值统一都是一百分 一百分 那对于提醒来说啊 对于法律法规管理和我们的生产技术基础呢 这三颗都是选择题啊 分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安全生产专业实物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 它是由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 还有我们的案例分析组成的 它是由一个案例分析组成的 这里写错了啊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三个公共科目的考试题型呢 是客观题 这个客观题 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选择题 它是分为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 两个部分的啊 两个部分的 对于单项选择 我来说一下啊 它的考试原则得分原则是什么呢 是要选一个最符合题的 什么是最符合题的 就假如说四个选项 如果你觉得A和B两个选项都比较对的话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最符合教材的啊 或者是教材原文的 这个就是最符合题的 知道吧 最符合题的 如果说教材上都没有 那么你一定要从一个安全工程师的角度上来想一个 最符合我们工地实际现场条件的 知道吧 你不管是从什么方面来考虑啊 主要从安全方面考虑啊 你考虑一个最符合实际的啊 最符合实际的 最优的 那个就是最符合题的 多项选择 被选项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符合题 至少有一个错项啊 至少有一个错项 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有一个提示 只有一个答案的 大家注意一下 那选错不得分 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是0.5分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这道多选题 它是A B C 这个答案 对吧 当如果你只选了AB的话 那么我们得一分 你只选了BC的话 我们也得一分 但是假如如果你选了A B C D 或者是AC D 那么你其中有一个D 它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被你选进去了 那么不管你之前选了多少个对的选项 那么这道题是0分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说对于多项选择来说啊 咱们在答题的过程中 一定要秉承一个原则 就是凝缺误滥的原则啊 对于那些你把握不大的 你觉得它可对可不对的这些选项 你千万不要去选 一定要选什么 一定要选原则上 你肯定这个选项它是对的 因为我们少选 每个选项是0.5分 我们能得一分或者是1.5分 总比你每个选项选错一个 没有分强 你说对不对 咱尽量得分 但是不要丢分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世界中有70个单项选择 每题一分 15个多项选择是每题两分 也就是说对于多项选择来说 我们尽量选 你一定肯定有正确的 如果说这道题你没有把握 那我建议各位同学尽量选两个答案 好吧 尽量选两个答案 你千万不要多选 看着哪一个选项你都觉得亲切 也许就这个让你亲切的选项 让你这道题得了0分 是不是 很多时候 一分二分之差会导致你真正的 能不能通过咱们那个合格分数线 虽然说咱们的职业资格考试 它不是一个排名次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合格线 万岁的一个考试 但是你至少得通过这个合格线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那前面我们说的都是我们的公共科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科目 这个专业科目的试题呢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专业安全技术 一个是安全生产案例分析 这两个部分 对于专业安全技术这个部分呢 它的题型是客观题 也就是咱们说的一个选择题 对吧 三选题 占分是20% 也就是总分是100分的话 它可能会占到20分 还有安全生产案例分析部分 它包括两种 一种是客观题 一种是主观题 客观题和主观题 结合起来考 客观题占到10分 那我们主观题占到一个70分 两个加一起来 也就是技术部分 加我们的案例部分 总共是100分 对不对 前面我们说了 这条卷子总分就是100分 对吧 那客观题是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 主观题是案例分析 那不管是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 它的答题方式都跟我们前面 刚才说的公共科是一样的 那这里我来说一下综合 我们的案例分析这个问题 案例分析一会儿在我们的答题技巧里 还会给大家说 对于这个案例分析 我要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你那个字 一定要写的板板正正 我不求你写的好看 但是你要写的能让你看清 千万不要把你们 生活线上签字的那个本身 拿到我们的考试来 那个字写的龙飞凤 我老师根本都看不出你写的是啥 千万不要 在这个里面 我只给大家强调这个东西 剩下对于案例分析题的一个考试答题技巧 后面我们在答题技巧里给大家说 就是你那个字 一定要好好写 知道吧 我们看一下关于考试说明里面 这个答题技巧 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 我刚才说了 说最符合提议的单项选择 然后多项选择 凝确误赖 解身选择 对不对 那对于主观题来说 第一个要条理休息 人家问你下列哪个是正确的 哪个是错误的 说让你来分析一下符合哪些规定 那你要知道 你一二三条 你给人家写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你千万不要上来就一个答 然后一二三四五 你也没有个标号 你也没有一个分行 你就从头到尾给人家写一遍 人家那个老师能给你分的清吗 如果说你字写的好看 人家老师可能给你分的清 你有标点符号 如果你字写的不好看 你老师认不出来的话 那你这条有可能就会失分 对吧 再就是分条作答 一二三四 你要给它排起来 一条是一行 一条是一行 咱们那个答题纸 它的排版绝对是够的 你千万不要舍不得去写 知道吧 不要把所有答案都聚集到一块 非常非常挤 非常非常难看 一定要注意 这个案例考试 我最头疼的 就是各位同学们 这个写字的问题 很多学员可能在 失踪现场做管理工作 可能做久了 那个签字的功夫 的确是不错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 那个签字的东西 拿到考试上来 好吧 排版要整洁 并且你在答题的过程中 尽量简洁 要列出要点 紧扣关键词 并且我们这些知识点 要紧扣案例背景 你不要天马行空的网上写 写一些关于案例背景 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内容 一个知识点 有十条 但是符合你这个案例背景的 只有五条 可是你把另外五条 都写在了前面 然后你符合的没有写 你千万要记住 答题我们要紧靠案例背景 紧靠案例背景 这个是在导学课里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关于考试说明 我们这个答题技巧 那么这个答题技巧呢 后面还有更详细的 肯定是咱们经讲课中 会给大家具体分析 具体来说 根据具体的题我们来说 这里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导学课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咱们这个大纲的研读 大家注意一下 通过大纲的研读 你要对我们整个教材的知识体系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你千万不要说大纲研读完了 以后就完了 你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讲啥 不能啊 你这个自己回去琢磨琢磨 自己看一看想一想 看看这些东西里面 哪一些是跟你的实际工作息息相关的 好吧 咱们道路运输安全这个主要是包括七个方面 有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基础 有旅客运输安全技术 有货物 有运输战场 有运输信息化安全技术 有旅客 有货物 有运输战场 有运输信息化 还有一个是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 以及道路运输其他安全生产技术 总共是包括这七个方面 这是大的方面 我们来看各个方面里面具体包括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基础 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基础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我们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掌握呢 首先你要知道哪些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哪些是需要掌握的 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还有哪些东西是通过你这个理论知识 我们要进行分析的 比较运用什么来分析什么 它主要是这样运用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掌握什么呢 要掌握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的特点和它的种类 那一看这就是一个概念性的知识点 安全生产特点有啥 种类有啥 即使考题将来它也是一个背诵性的考题 不会让你去分析 对吧 还有我掌握重大危险源辨识及隐患排查 那通过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和隐患的一个排查 最后我们要制定出一个措施 这个措施叫做风险管理措施 这个知识点它是一个连贯性的知识点 大家注意哈通过危险源的辨识 我们来看危险源和我们的风险管理措施 它们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第三个运用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管理理论 来制定什么呢 来制定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管理的一个措施 那看看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 驾驶员和车辆有哪些安全要求 通过这些安全我们来制定管理措施 对吧 同样也是我们运用道路运输信息化基础技术来梳理什么样 梳理分析咱们的事故原因 通过一些基础的问题来梳理我们事故的原因 来制定相应的一个对策 对不对 其中还要掌握的就是运输中驾驶人员劳动防护的要求 这个劳动防护要求啊 不管是讲建造师还是讲咱们安全 对于人员的一个劳动防护它绝对是一个重点啊 它绝对是一个重点 哪里都会考 消防设施及器材的功能和使用要求啊 这些东西都是要掌握的 通过掌握这些东西来制定安全措施 对吧 还是一个安全措施的制定 其实咱们安全考试 一个就是把知识点运用到实际当中 怎么运用到实际当中 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来预防这些安全问题的发生 对不对 最后我们要了解两个东西 一个是道路设施的作用和使用要求 一个是特殊道路和环境 车辆安全运行技术 以及紧急情况的应对处理 这些基本技能 那这个东西啊 是需要大家来了解的 其实为什么说他们是了解的 因为这些东西 你只要掌握了上面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底下 其实你就知道了 你像你这个道路设施的作用 使用要求是什么样的 你肯定你要掌握前面这些基础技术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还有我们什么环境下车辆安全运行 这个运行技术是什么样的 其实都是一些 在掌握前面一些基础的技术问题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就会明白了 所以说它是了解的 它是了解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道路旅客运输安全技术的 它主要是旅客的为出发点 主体是旅客运输 我们看一下要掌握哪些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掌握什么样 掌握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基本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一看也就是概念性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即使考你安理题也只是背诵的一个内容 对吧 很容易 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的安全技术 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还有标准规范来分析什么样 来分析我们运输车辆装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和我们运输货物运输安全管理的一个基本内容和要求 通过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分析这些东西 知道吧 也就是说反过来说 怎么才能知道这些东西要有啥要求啊 要有啥内容啊 主要是靠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一定要往这个上面靠 第三个是组织实施驾驶人员安全培训教育 还是这点啊 对于人的安全培训 它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好吧 那不同道路旅客运输各环节的一个风险隐患 这个位置呢 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我们要提出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对于这些安全风险隐患 我们要提出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并且要制定什么 要制定道路旅客运输各岗位操作流程和安全管理措施 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道路旅客运输 咱们各个环节会有风险 对不对 那针对这个风险 那有风险隐患了 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压制住 对吧 怎么办 我们提出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然后制定我们管控措施 对不对 这是两个部分啊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一个就是了解新时期 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管理的一个要求 这个就是一个战略性考点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往下看 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关于道路货物的 前面我们是关于旅客的 主体是旅客 那第二个呢 是关于道路货物的运输安全技术 那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还是管理型的一个背诵性考点 它就是掌握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基本特点 那你看就是一个背诵题的考点 是不是 然后通过什么呀 还是那句话 通过安全技术 相关法规 相关制度 相关的标准规范 来分析什么呀 分析客运 驾驶员 车辆 技术状况 以及动态监控 还有运输经营行为等方面的安全技术和管理要求 还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分析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原则是依靠着我们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的 对吧 第三个 同样也是要组织实施安全人员培训的一个内容 这个是关于货物运输的安全培训 最后一个就是针对重大安全隐患提出治理措施 主要针对典型危险货物运输风险管控相关内容和要求 这个怎么来的呢 依靠的是分析货物运输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特点和要求 主要是这样一个内容 最后就是了解新时期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管理的一个要求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考点 和我们旅客都是一样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旅客还是货物 还是我们后面的关于运输战场 其实大家整体的一个框架都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往下看看道路运输战场的一个安全生产基础 那这个部分的上来同样也是一个选择性的一个背诵性的考点 那掌握道路旅客及货物运输战场安全生产特点 问你他有哪些特点 12345你答出来就行了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运用道路运输战场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 干什么用呢 用这些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来制定 汽车客运站危险品查堵客车安全检查技术措施以及工作规范 除了这个我们第二个还有货运战场货物存储以及堆放的安全技术措施 以及对于道路运输战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这么一个措施 主要都是根据我们对于道路运输战场安全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的一个研究运用 对吧 最后是两个了解的内容 关于运输场站里面 它其实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看见没 最后是两个了解的内容 一个是汽车客运站安全告知等制度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 一个是货运战场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超线超载 或者是禁止装载国家禁运的或现运的物品 以及对出站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要求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要求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它肯定是了解的 主要看前两个部分 一个是掌握什么特点 一个是对于我们法律法规的一个运用 再往下看 是看我们的道路运输信息化的安全技术 那信息化安全技术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掌握 掌握什么呢 掌握我们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 它有哪些功能 那这些功能是应用的有哪些要求 对吧 再就是车辆卫星定位动态监控系统 以客运联网售票信息系统 这些重点信息系统的应用相关政策反规的一个要求 最后就是一个了解的东西 了解我们的计算机软件啊 硬件啊和计算机网络啊 数据这些原理 以及要熟悉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技术的一个知识 对于运用道路运输信息化安全技术解决相关的一个问题 解决相关的一个问题 可以看出对于信息化安全这里技术这里面呢 主要是一个对于它概念和原则性的一个掌握 再就是对于这个信息知识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运用是不是 看能解决什么问题 而我们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进行一个解决 对吧 再往下走就是我们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 那你看这部分其实内容也是比较多的哈 因为我们一旦发生事故的话 那肯定处置和救援就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要提上日程对不对 提上提倒了 必须是一个要大家高度重视的一个内容 那端于处置救援这里面绝对它是一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你要运用这些规章制度啊 安全技术呀 法律法规呀 标准啊 这些东西 你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熟练的运用 你要知道对于处置和救援的一些方面 我们法律法规有哪些要求啊 哪些是涉及到的 我们必须要保证的啊 这个你得知道 还有一些什么前提条件 这个你都得了解 根据道路运输以及维修检测企业潜在安全风险 维修检测企业潜在安全风险来制定什么样 编制相应的应居压 对不对 什么样的情况 编制什么样的应居压 制定典型道路运输事故的应急救援流程 以及现场处置的一个措施 现场处置的一个措施 现场处置和应居压 这两个东西大家得知道啊 它是什么 怎么回事 对吧 根据具体的事故场景制定应急救援方案和培训的一个演练方案 演练方案 那了解常见的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理器材呀 还有我们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啊 基本原理已经使用要求 这些东西你得了解啊 我们那些设施器材还有原理你得知道 是不是你不能在处置救援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不行 还有要了解道路运输事故调查处理的一个相关规定啊 这个东西是了解的这个东西是了解的 这个东西是了解的大家注意一下主要是处置和救援这里 我觉得处置和救援如果真正要考的话肯定是更顺向于考实操也就是考我们的阿力题和我们的阿力背景是一个实际的结合 问你说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要怎么办怎么处置怎么救援 在之前我们要知道哪些政策啊哪些方案对不对 那往下走就是我们的道路运输其他安全生产技术 那这也是我们大纲的最后一个部分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杂一点的哈 首先第一个是运用我们车辆维修检测安全技术和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啊 规章制度啊还有我们的标准规范啊来分析什么呀 分析车辆维修和检测作业中安全生产的一个要求啊 一个安全生产的要求再往下呢就是制定维修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以及各工位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 以及升车辆检查在检测区的一个安全防范措施 最后还要制定制定什么制定一个是特种车辆 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场地和作业过程中相关的一个技术措施 还有一个安全防范措施 这个安全防范措施是针对什么的呢 是针对驾驶员培训工作中的一个相关管理制度 以及培训训练场的一个安全防范措施 最后啊是解决一个问题 解决什么呢 解决场地和实际道路训练过程中的相关安全要求 以及制定在特殊情况下我们的安全应对措施 安全应对措施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道路运输其他安全生产技术啊 这里面的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杂 涉及到我们的维修 涉及到我们的检测 涉及到咱们的培训 对不对 包括说我们的维修场地和作业 还有一些管理制度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其他安全生产技术的 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大纲主要是分七个方面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七个方面哪七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整体性的一个道路运输安全技术基础啊 从整体上来看 我们要看旅客运输 货物运输和运输场站 以及运输信息化的一个安全技术 再往下呢 一个整体性的道路运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救援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在最后就是关于其他安全生产技术的 主要其实就是这七个方面 通过这七个方面的一个应用啊 一个组织 一个掌握 大家看一下我们整本教材 其实内容还真不少 还真不少 等把这些框架里面的东西 我们再细化 大家可以想象到 其实后期咱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啊 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好吧 那今天的导学课程呢 主要就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 由我们道路运输安全啊 是怎么来的 大家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你选择了这个科目 你的危机意识一定要提上来 好吧 你要对你选择了科目 进行一个负责的态度 好吧 再又是我们的政策解读 新政策下来以后 肯定跟之前的政策呢 有所不一样 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进行一个区分 那现阶段结合你自身的情况来看一下 你能符合到底是报中级啊 还是报初级啊 是不是 假如说你只能报初级 那么你就要有计划性的进行学习 尽快的把我们的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考下来 那么几年以后你才可以继续考中级 对不对 那是我们政策性的一个问题 再就是我们考试里面 关于我们的考试时间啊 考试科目啊 还有我们考试题型啊 选择题啊 案例题啊 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要有一定的了解呀 啊 这些东西你必须要知道的 刚才第五个内容说我们的考试技巧啊 刚才在我们的考试里面也都给大家说了 是不是 我们说单选题 我们要怎么样 选最符合提议的 多选题要明确物赖 案例题呢 我们要清晰明了 有层次感 对不对 当然 剩下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后期的经讲课里面 肯定也会着重的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 那今天呢 咱们的导学课呢 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学 希望各位同学啊 做好我们2019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复习准备啊 迎接我们今年的一个考试 好 感谢各位同学 我们经讲课再见